中国女篮对战三内加尔 现在比赛进入到第二节了 第二节还是将李月如放在了场上 第一节双方战成13比12 中国队只有一分的优势 这节三内加尔也是非洲的冠军 实力也是非常的强劲 三内加尔的进攻 中路杀入 高打板不中 李月如摘下篮板 杨立维快速推进到前场 张如 等待队友落位 回湖顶 这边无球犯规了 杨立维 给到五头弄 丝毫没有犹豫 但是这球顺空而出 给底线 转移出来 转移出来 对方打的还是非常的靠外 提到高位养护 继续持球突 转身 中逃 不中 对方也是24秒到了 给大家看 桑子肯炎 手机 按一步 再转移到这边四五度 杨立维的三分球歪了 李月如 抢下前场篮板 篮下抢起 还是不中 争抢出界 还是给到咱们前场球 杨立威发底线球 险些没有发出来 发出来也被对手抢断了 白白让对手拿了两分 13比14 三雷这二反超了 再叫敌位李月如篮下强扛 遭到两个人包夹 又被抢断了 对手一记长传 甩得太远了 没人接住啊 球权重新回到咱们中共队手中 这边直接上全场紧逼了 虎头头转低脚 马思雨连续的转移 再给敌位孙孟然 全部拉开单打 哎呦 这球险些失误 王雪芒 这球投的太勉强了 这对方是 非常的拼买力啊 王雪芒这球基地 这手对手拿回来 外线还是不中啊 咱们已经打了两分半了 中共队第二阶还没有拿到得分啊 这边篮下被帽了 但是有篮板 还是交给王思雨推荐 快速的突破啊 中级林冰冬 中级林冰冬 漂亮 还是王思雨啊 这边的突破吸引到对方的防守 创造了中投的机会啊 打进咱们中共队第二阶的第一个进球 这场比赛双方的防守强度都非常大 这就显现又是一个抢断啊 这王思宇的必杀技 这就回场了 孙悟然 那王思宇把人晃倒了 给篮下又争强起来 裁判第一时间给到征球 球员转换还是对方的球权了 哎呦 直接把王思宇撞倒了 打球还是打架呀 对方好多都是故意的啊 这支散打架 非洲的球队啊 打球打得太脏了 漂亮的配合 这一波是咱们中国队队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打成的 突破分球 中路 点一下 高打板不中 篮板球又被对方抢到 就抢篮板犯规了 发球直接得分 分差咬得很紧啊 17比16仅有一分的分差呀 这球又是传球失误 好在出界了 还是前场球 王思宇 又突然的加速 摆得要防守 挑难打进 这边同样以突破的方式被咱们一个大帽给盖下来了 对方上抢犯规 这边赛内加尔确实打球很脏啊 小动作不断 怎么然再分 再传导出来 给到王思宇 接住掩护 又是王思宇突然来一下 哎呦 跟撞到柱子一样呀 是 有一个他 才会 homogeneous 还会